千萬法拉利迎娶遭林木追撞 車主監視前議員 25號一名才20歲的年輕男子 開林木轎車行進國三時 一口氣追撞馬達拉利 法拉利兩輛跑車 然後這兩輛超跑的車主 是同一人 且來頭不小 就是34歲的彰化縣前議員 黃建章 為什麼 我要帶你正在這條路 他一年前 花1000萬買了中國的法拉利 半年多錢 又以快600萬買馬薩拉利新車 當天要去幫友人迎娶 他開法拉利一名朋友開他的馬薩拉利 中午喝完喜酒要開車回家時 沒想到兩部挨車都被撞 他則說 是意外啦 都交給保險公司處理囉 只是這麼年輕就有兩輛超跑 讓我又覺得真是不簡單啊 東新聞真有錢 報導